各位官員請就位 我们继续开会 接下来执行的议员是甄丽燕议员 谢谢主席 还有我们特政部门的所有局处首长 各位主管 以及各位同事 各位乡亲 各位记者先生小姐 大家下午好 今天是我们设政部门 最后一天的一个咨询 那我来就叫一下 我们的劳工局跟社会局 我想现在是一个网路的时代 我想不管你做什么事情 现在你走路走到哪里 就会看到每个人几乎 都人手一只智慧手机 在看资讯 在跟大家赖 或者是有很多的作用 就等于说每个人都没有办法离开网路这个领域 那我想每个局处在经营我们的业务的时候 也都会开遍很多的一个网路 让我们的百姓能够很容易的进入我们的局的所有的业务里头 让大家都很清楚我们在做什么 或者是我们有哪一些措施 有哪一些可以让百姓更能够去加以利用的 那我想我们的社会局 社会局我们一个网站 就是属于高雄市新移民家庭服务中心 这个简介里头 我们这个前进新移民家庭服务中心 应该已经是转到林雅区了 是不是 是不是 简单回答就好 已经转达到林雅区了 但是在我们的网站里头 我们还是存在着 是前进新移民家庭服务中心 等于就是说我们开辟了这个网站 但是我们到底把资讯上去了以后 未来有没有在经营 未来有没有再加减东西进去 好像没有 不然的话你的服务中心已经移到林雅区了 我们还是同样的还在新兴区 那我觉得这样子的话 这个脸书就没有什么意义 这个网站就没有什么意义 就是我们的高雄市的妇女资源网 好不好 制造不便民的一个动作 我想这样是不对的啦 有没有 我们现在还是在 曾经新移民家庭服务中心 还没有改过来 那电话到底对不对 我没有去check 就不知道了 下来我们看 还有啦 就是说我们经营这个FB 那我们到底去看这个网站的到底多少 大概看起来不多啦 如果只有23个人去按个赞啊 或者每一次大概都是一到五个人在按赞 就代表很少人上这个网站 那我们需不需要要多经营一下 甚至有时候没有 没有半个赞啊 那好 我们社会局是这样子 那我们的劳工局也一样 我们Jub好康粉丝业啊 也是只有几个人在按赞而已 最多我们看起来只有17个啦 那最少只有两个 所以这个信息是要给谁看的 我们到底经营这样子 一个网站的效率在哪里 你们有没有检讨 有没有专人在负责 有没有专人在负责 局长 劳工局局长 来请李局长答复 没有专人在在在做 在经营啦 简单就好 是我们那个小狼男孩 向前写一个FB粉丝专案 专业是由一百零年开始就有专人在做服务 有 你觉得那么少人在看有没有作用 我们的这个小狼男孩FB 我们的粉丝有四万九千多 四万九千多 为什么按赞的都都很少 代表不好看 代表没有中药 代表 对不起 那那那是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那个 叫不那个是叫不和刚粉丝业 这这边来讲 那个 上去看的人数不多 是是是是 加强一下好不好 好我们也检讨 OK 那下来 我们希望就是说 我们四丈的朋友 有大概在 目前有五万七千多人 那十五到六十四岁的这个 劳动人口大概有两万七千人 那百分之十二是先天的一个四丈 那百分之八十八是后天的 那 就业的四丈的朋友 大概有九千八百人 那我们劳动部 特别为了鼓励我们四丈的朋友能够 多元的发展他们的工作 那有拍了一部微电影 看见来说明 只要我们有心 那四丈者一样能够走出一条 不同的一个人生的道路 那这个电影在讲一位四丈者 靠着自己的敏锐听力 终于成为一位优秀的钢琴调音师 那当然 四丈者要做的 应该很多 甚至可以弹钢琴 那我觉得就是说 我们可以 想想很多的一些 来帮忙我们四丈朋友能够工作的 能够引导他们的 能够让他们走出来的 这个职业 我们可以用心的去帮忙 让我们的四丈者 能有更多的一个工作的一个机会 那 不要 那我们 我想我们所能想到的 如果我们没有用心去帮忙的话 我们所能够想到的 就是四丈者 我们就会想到说 他只有 他眼睛看不到 眼睛看不到 好像世界就末日了 他们只能怎么样 只能去做按摩的一个工作 所以是比较 怎么讲 就有色的一个行业 那虽然 政府有在规范 但是还是有 蛮多的这个按摩院 所以我们的四丈的 女性朋友 有非常多都会被误认 以有色的眼光来看他们 所以我们希望 就是说 政府的一个关心 让他们不要 让社会的一般的眼光 把他们跟色情 连接在一起 那这一点 我们等一下 还是请我们的局长来回答 那下来 我要谈到 我们生产育儿 我想 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 越来 他们不晓得 就是说 是什么原因 那 与我们在社会上再看 有的刚在结婚的那一天 之前 可能在那天 也就会告知很多的亲朋好友 他们结完婚姻以后 不生小孩 那我们也知道很多人 都愿意当顶客主 有很多的 这些年轻的朋友 他们不愿意结婚 他们在一起 但是他们不结婚 第一个 他们没有这个经济的一个收入 那第二个 可能未来生孩子的话 会给他们非常大的一个 经济的一个压力 但是我们的政府 帮忙 这年轻人 从结婚以后 到底 我们给他的福利 到底好不好 我想 就是因为不好 所以有那么多的 年轻人 结婚不生小孩 那看看我们的 生意的一个补助 我们高雄 第一胎六千块 第二胎六千块 第三胎四万六 那台北 新北市 以及 在台北新北市 他们是每一胎 就补助了两万块 那连南投啊 他们都补助到一万块了 那我想 我们社会局也可以 也可以去 对这个补助啊 能够提高 也可以 把台北的 新北市的 这个福利 我们可以做个参考 是不是把第一胎 第二胎 能够再提高 这个补助的金额 然后来 就是说 引导一下 就是说 让这些年轻人啊 有幼婴 能够愿意 来生产 那我们从很多的 我们的主记处啊 的一个资料里头啊 他说 台湾的生育率啊 在2015年 10月的时候 只有1.07 全球最低 那 也同样在104年 我们内政部的资料啊 也谈到说 全国的总生产率啊 是1.18 那也是在104年就去年的时候啊 4月份的天下杂志的资料啊 在全台22个县市里头啊 我们高雄市啊 我们高雄市啊 是全六都里头排名最 等于生育率最低的 它已经是低于1了 低于1了 那这个 1.1 低于1.1 那这个 低于1也曾经有过 我不知道是在哪一年 有做过这样子的一个 调查 那高雄市是生产率是低于1的 那如果生育1的话 我想我们大家都很清楚 做第一的话 怎么样去传宗接待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所以人口数啊会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那这个要怎么样去有诱因的 来让我们的年轻人 能够多多的增长报告 我想我在很多的 结婚的场所啊 我都会来鼓励我们很多的年轻人 能够增长报告 但是增长报告 也要有一点诱因啊 就我讲的 没有诱因的话没有用 就像我现在来提一个 一个简单的一个例子 就是说我们有一个 保姆的偷育的一个补助 那0到2岁 一个一般的家庭补助3000块 那如果我们把这个一般家庭 我们把这个生出来的幼儿 送到公立脱衣中心去的话 他们每个月收9000块 这是最便宜的 因为是公立的 那如果不含奶粉啊尿布 那不含奶粉 那尿布啊 小朋友用的尿布大概我们赶快算5000块 那扣除家长可以申请脱衣费用的补助 每个月3000块 那家长大概还要负担 每个月还要负担1万1 我讲的就是说我们不讲奶粉 我们就讲喂母奶 那每个家庭 就是说每个月最少要1万1来育儿 那两年下来的话 大概需要26万4千 那我们如果假设 假设就是说 呃这家人两个人 因为小孩子送给公立的一个托儿所来照顾的话 来再两分钟 如果他每个月2万6 其实有的2万6算多一点的 有的年轻人啊 2万2万2万2的非常的多 非常的多 那2万6来讲的话 已经算蛮高 也蛮高的啦 呃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减掉两人最低的消费 就是说我们以主计 总处调查平均每人 一个月的消费支出是1万9978元来计算的话 就大概是2万块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他每个月只剩下1万2044块 那如果 零岁到两岁 我夫妻两个人都在上班选择 都去托育 托育的话 那么全家每个月就只剩下多少 1千044块可以应用 那你想想看 只剩下1千044块钱 那怎么在 呃 养额育泥 所以啊 我再 在这种 还是申请到公益 托育的情况之下啦 如果没有申请到的 有一些是他资格不符合的时候 那这个家庭不就被拖垮了吗 那如果一个人不上班 专心带孩子 那就更惨了 那就更惨了 就更惨了 已经变成 我们可以有很多的措施福利啊 来 帮忙 来 当为一个幼婴 来帮忙我们这些年轻人 能够在他 来 请李局长答复 来 谢谢主席 谢谢曾议员 那么非常感谢这个曾议员跟我们一样 同样关系这个市场的就业了 那么成本刚才这个议员所提到的 那么市场者不只说怎么做按摩而已的 应该还有其他这个职类可以开发了 所以我们也是往这方向 除了按摩之外 包括说 开发所谓电话客服 广播人才 忙电训练 上去应用 还有生命教育讲师等等 尝试用各种不同的方式 让这种 让市场者可以工作的领域可以扩充 不过在我要调教之后 在市场的部分 我们觉得还是有需要说 然后继续给予辅助 因为这个按摩部来讲 第一个它的终点会比较高 一个小时可以大概六百块的 而且它可以做得门槛低 还可以在家里工作 需求 它的市场需求蛮大的 所以我们觉得说 这方面还是可以继续协助他们推动 那么为了说能够改善说 提升他们在按摩方面 这些有关设施等方面 我们有几个措施给予协助 第二就是可以帮它改善设施设备 还有改善按摩的环境 另外就是提升按摩 就办理相关的训练 它提升它的按摩技能 那么我们也办理相关的讲座 再教它怎么去客户经营的智能 还有行销方面等等 那么用个人方式 来改善它这个 提升它的技能 来改善它这个 按摩的这个环境等等 让它的客户越来越增加 我们还是多方面来进行 谢谢 女士您好 有助的andanamed 那些職業的這些訓練 有辦法能夠進行的工作有的 基本的公平 有有有 我剛剛練我們都有在推 都有在推 是是是是 好可以 會後整理是要給提供議員做參考 對 好 好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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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我们现在是朝两个方向 一个就是说提供补助经费 让他们这个提供在按摩工作的地方 他的这个环境能够让他感觉到很明亮 好像刚刚按摩所说了 另外就是我们会帮他们 不然所谓行销的活动 那么借这个机会 让社会大众了解什么叫市场按摩 行销宣导没有错 是是是 对对对 他提供免费体验 让一般民众了解 是是是 是 好 请局长答复 主席议员 谢谢关心这个议题 因为这个议题的确是大家都非常地关注 那像我们一些生育津贴 坐月子倒载服务 相关的育儿津贴 托育补助的补助 甚至说我们高雄自己 也有自办夜间工作家庭托育费用的补助 然后还有我们第三名之后的新生儿 一岁之前的健保费支付和补助 还有我们二到六岁儿童托育津贴 二到四岁幼儿教育及照顾补助 跟五岁我们幼儿免学费教育补助 这些都是设政跟教育局 我们联合 希望在不同的年龄层有一些不同的方案 来帮助这些年轻的家长 那除了这个之外 其实我们刚才 议员你也关心我们有关公托的这个部分 或是民间也有很多私托的部分 私托我们也会积极地辅导 也控制 不是控制 就是辅导 然后注意 要求他们在收费的这个部分 还有他们的服务的品质 跟安全跟专业度的这个部分 那甚至还有一些 我们现在广设公共托英中心 这也是我们全国最多的这些育儿 育儿资源中心 这是我们全国最多的 相关的据点 我们都还持续地在增加当中 那另外也告诉议员跟议员 报告一个最新的好消息 就是我们中央也很支持 这样子的一个工作的重视 我们刚刚通过的 五月三号 经过立法院三读 刚修正通过的 是我们儿童及少年福利 权益保障法的第二十三条 向下有规定 雇主 雇佣的这个单位 雇佣的受雇者 如果超过一百人以上 的雇主他要设置 原本只有补给入室 然后再来 现在要求我们托儿设备 或提供适当的托儿措施 旧的法是两百五十人以上的 雇主单位 必须要做这样子的服务 现在是下降 变成只要一百人 雇佣一百人以上的雇主 就要设补给入室 托儿设备 或提供适当的托儿措施 这个也是 其实在三读通过之前 高雄市就已经优先 跑在前面 我们积极去跟我们的 不管是工业区 或者一些大型的企业 我们都有主动去拜访 跟他们洽谈 希望辅导他们 用民间企业 自己的经费 然后社会局 我们相关的一些专业 然后 然后协助他们 如果他可以为他的女性劳工 设置这样子的一个环境 他在雇佣 他的工作人员 工作也会比较安心 那我们也希望 借了这样子的方式 鼓励更多的年轻夫妻 甚至说 女性的从业工作者 他出来工作的门槛 跟他的生产的意愿 跟他未来愿意 再继续生孩子 这样子的一个优因 都可以提升 所以我想 除了我们用生育津贴 要提升这样子的方向之外 我们同时也想了 很多其他的方式 那不外乎就是 其实我们共同都很关系 就是我们生育率的这个部分 那其实从103年之后 我们高雄的生育率 已经是一以上了 所以其实也是有 小小的微幅的进步 但是还是很大的压力 我们还是要持续努力 他可以择优 拖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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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还有另外有居家 拖育人员这样子的服务的平台 不但训练保姆 居家的拖育人员 然后还有拖 居家拖育的一些相关的服务 那这部分的一些保姆 所谓的保姆这些拖育人员 其实我们也有协助 媒合限制监督督管的一些相关的机制 就是让这些年轻妈妈们有比较多种的选项 你如果没有办法送去公托 你如果你觉得私托太贵 你如果你的公司不够大 没有设这样的托育措施 你的家人没有办法帮忙带小孩 或是你的配偶其中一位 没有办法自己带小孩 他也可以选择用保姆 或选择用托育人员 所以其实我们希望更多元的一些方式 那其实现在教育局也有在推 所谓的肺炎力幼儿园 它是一个成本上 或是更在地化的一些模式 其实有很多不同的解决方案 时事政府都很努力的在想办法 来 来 这些社会主义还有 多个教育 两个教育 正经的经纪 建立 我们的经纪 还有经馆 那个 这个 这些 那个 然后 还有 多个 我们的 大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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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这 我们的 社会主义 能够把新的第一高 能够实际的 帮助到 多个养育的 多个养育的地方 是 这个部分其实我们从去年 就一直在 跟医院做这样子的沟通 就是我们现在发现 其实从中央到地方 大家的调查结果发现 你生第一胎的这个津贴 它最大的表现 可能会在他把孩子的户口签到这边来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其实对后续长期来讲 我们觉得这个帮助 可能是比较有限 比较大的帮助 甚至成本比较高 是帮他们设置服务 所以我们现在会比较希望 不要推现金给付的服务模式 而是推服务平台提供的 这样子的服务模式 但是当然有很多的明代 可能会有不同的想法 所以这两天也都有提出来 所以我想我们再带回去 我们一并做检讨 好 谢谢 谢谢郑立医院议员的执行 接下来执行的是高敏林议员 谢谢主席 我们关心高雄市政的市民朋友 还有我们今天是福哥 相关局处的各位局处首长 大家午安 大家好 我想今天早上大家 针对社会局一个公益彩券 营业部分有很大的一些讨论 我想其实在这边我应该要先给我们的社会局相关的同仁一个很大的肯定 因为我想如果有这个违法的疑虑中央不会给你六千万鼓励你肯定你说你们高雄市做得很好第一名 还让我们有这个六千万可以让补足我们市库的不足来做一些社会福利来做一些照顾弱势的动作 另外我也要特别肯定一下社会局原因是上个会期我跟好几个议员特别提到 我们希望所有的社会福利都能够真正落实在照顾弱势 所以应该要有排富的条款 然后就在上个会期之后我就很明确的在 不管是在我们的预算的编列 还是我们相关的政策措施上 我都看到我们社会局有很勇敢的做了这样子的努力 那当然我们在地方上很多民众也会质疑说 为什么去年我领得到今年我不能领了 那其实原因也是因为我们希望把真正的市政的资源落实在真正需要的人 所以在这边我想第一个应该是要肯定我们社会局所有同仁的努力 还有在第一线在服务这些弱势家庭弱势的身心障碍者的很多的社工 还有包括我们在民间非常多的非盈利的组织 但是呢我大概研究了一下我们这个公益采券的中央的一些法令跟地方 就是我们高雄市的法令 我大概有看到一个点啊 就说我们其实有一个问题是我们的修法比较牛步啦 所以说这一次才会有这个要有修法的这个这个思考 那我想其实今天非常明确的是说我们这个现在现在的这个高雄市公益采券营允基金设置管理及运用自治条例 其实它的修正是有必要的 为什么因为主要就是因为行政院里面已经有讲了 包括我们现在其实很多社会的支持社会的弱势需要社会福利来照顾的族群 或项目越来越多越来越广泛 包括了我们的受到家暴的 性侵害的 性骚扰的 甚至有一些因为毒品滥用的一些高风险的家庭 他们甚至这些孩子们都需要很多政府公部门的资源来协助来支持 来帮他们导入一个正常的一个正轨 所以当然还有也是因为我们议会 在针对我们这个原住民的代表的部分希望能够把我们族群的平等的这个意见放进来来一起来运用我们这个公益采券的英语 所以自治条例要修正是因为有时空的背景 是因为有新的社会福利 社会支持的新的需求的项目 所以这个修正是势在必行 而且我们之前所做的并没有违法的疑虑 所以在这边我想 也在借这个机会跟我们所有的市民朋友来澄清 同时也肯定我们的社会局 但是呢我还是要提醒提醒一点 其实我们看了中央的法令他大概从84年订定以来 97年96年都有分别修订 那96年97年修订里面针对 因为这个采建公益采券的这个盈余 到底其实是应该要有一些监督的机制 所以他设定了包括监理委员会 然后这委员会的组成 还有包括计算的方式 还有我们整个公益采券云与专款专用 他的目的和整个的过程是不是公开透明 包括这个经销商的领选的条件 包括了我们这个个资的保密 得奖人的个资保密等等 那97年其实又针对第六条去做修正 那主要就是让我们的地方政府 包括高雄市政府在内能够有一个法条 可以援引有所依据 可是呢我却看到 我们怎么高雄市政府是沿用过去高雄市县市合并以前的法条 然后一直没有修 一直到一百年现在才要修 现在已经一百零五年了 所以我想基本上修法是值得肯定 而且我们完全都依照中央的法令 在运用这笔公益采券的一个盈余 同时也用在很多社会福利的照顾上 但是我们的修法有点太慢了 没有跟得上时代 也跟我们的这个中央的法令 有一点点时辰上面的脱节 所以我想这个是社会局应该第一个要检讨的 但是希望未来我们市府各个局处 不只是社会局 其实很多中央法令会在变动 我们要随时提醒自己 你立法院三读通过修了什么法 我们相对应的执法都要去做调整 所以之前也有我们食安的部分 我也问过卫生局 结果你三读通过新的政策商业卫生局 也是一问三不知 有关这个有机食品的部分 所以我想这些都是借由这个例子 让我们共同来思考跟检讨 未来在法令的修订上 在文字上的修正尽量跟中央的这个修法的这个时程 尽量同步 不要拖延 那再来第二个部分 我大概是想问一下我们的社会局 前几个会期我大概有咨询过有关公共托育中心 那其实我也知道社会局很努力 其实希望每一个区 在社区也好 公共托育中心也希望每一个区都区区有日照 来照顾老人 然后照顾这些年长的营法族 那我当时也问了一个公共托育中心 就是我们岗山区只有一个公共托育中心 那目前是只能容纳五十个人 那这个部分 我希望能够未来能够再提升 第二个有一个事件就是 我们在今年的四月四号下午三点有民众共同反应 说他礼拜天的时候 跑到带着小朋友到我们岗山的这个国宅西区的公共托育中心外面 然后想去使用周边的这个游乐器材 可是我们的公共托育中心 因为位置就在这个国宅的里面 然后就被管理员挡下来了 于是民众就觉得很伤心 为什么政府的公共财应该做公共使用的公共托育中心的相关的资源 却变成好像被独占了 小朋友进去不能用 所以民众觉得说 是不是以后都这样子被刁难 那是不是只有特定的人士可以使用 可是身为一个公共的托育中心 是不是应该让整个如果是岗山区 岗山区的民众都可以进入使用 所以针对这一点 我可能要询问一下我们的局长 或是我们公共托育中心的相关的管理的主管 有没有这样的事情 那那些周边的这个游乐设施到底是属于国宅的管理委员会的 还是属于我们市政府的这个公共托育中心的周边设施 我想这一点先做厘清 那第二个就是说 未来民众再去使用的时候 如果这个东西是我们市政府的公共资源 那我希望我们社会局可以跟我们岗山区的 公共托育中心来沟通 毕竟这个不是私人使用 不是只有限定小部分的人而使用 而是给所有岗山区 所有需要去那边游乐设施 所有需要去那边运用这些公共资源的亲子 小朋友都应该可以使用 所以大概这一点 我等一下我想要请我们的社会局长来回答 那再来呢有关这个性别主流化的部分 我看到我们这几年社会局还有我们市府人事处等等 都非常的努力在做性别主流化 那我大概提醒一点 其实在上个会期我有特别提到 其实性别主流化 当然我们现在中央层级的政府 对于我们评比的项目 都是一级女性主管几个 什么级女性主管几个 有没有在办理相关的性别的女性的参与啊 等等这些 那其实我还是要再强调 女性的主管不代表她有性别意识 身为女性她不见得会有多元性别平等的观念 所以我很期待我们未来在做性别主流化相关的评比也好 相关的政策措施 要办理相关的赔利的活动 都可以强调多元性别平等 这样的性别意识的概念 我想这才是真的让高雄可以超越全台其他城市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 那再来呢 刚刚其实其他议员有提到青年的这个就业 包括公共参与 那我个人是认为说在公共参与的部分 青年社会局里面有做青年作伴好还乡啦 还有青年圆梦计划等等 那其实我过去曾经参与非常多NGO跟NPO的这些 陪力的工作 那也曾经担任过总监 那当时我知道要耗费非常多的人力跟资源 你要去empowerment是没有很容易的 你可能要一直办讲座 一直办讲座 办workshop 然后可能没什么人到你真的有一个具体的成果 到你真的有一个社区的行动 到你真的可以形成一个可以发展地方经济模式的社区的经济模式的这样的一个成果 可能发展成社会企业 可能发展成社会创新的模式 其实都非常的困难 但是我在这边还是希望说我们的社会局可以再多用一点心 把我们这些现在在做的 因为人次其实也不够多 我希望多花一点心思在做这一块 让我年轻人有公共服务的心 让他们有公共服务跟社会关怀的这个精神 让他们用实际的行动去参与地方 那我觉得这是我对社会局的一个期待 那再来劳工局的部分我大概想问 简单两点就好 第一点上个会期我有针对这个台风架 我们现在中央的法令其实是 条文里面是不够齐全的 那现在的那个劳动基准法还有天然灾害的这个放假的办法 里面都只有说如果放了这个台风架是不宜扣薪资 也不宜视为矿资 那也不宜以其他的价别来规范这个劳工 但是这都不宜不是不可不是不得 所以针对这个部分我觉得会引发非常多的劳资纠纷 甚至也会造成我们地方政府要做很多劳资调除的事情 那所以我当时有要求我们的劳工局当时的局长 现在已经去当立委了 要发函给劳动部去要求函视并且甚至 请我们的立委来修法 那这个到底有没有做这是第一个问题 那第二个也是一样其实是同一个问题 我当时也有要求我们劳工局要函文我们所有劳工局所业管的所有下属的机关 包括这个劳工教育中心包括相关的单位甚至跟我们金发局一样 所有业管的事业单位都要针对友善职场性别友善的部分 不管你是安慰家族还怎么样 你要去做一个很明确的韩文去彰显性别工作平等的这样的一个价值 那到底有没有做 我存疑 那等一下请我们的局长来答复 那第二个真正的问题就是说也是一个案例 我有一个年轻朋友 他是一个跨性别 那大家不知道跨性别是什么 我在这边也不做解释了 希望大家多用一点心去认识不一样性气质 不一样性别认同 不一样性倾向的朋友 那他们都是这样真实存在在我们的社会在我们的世界里面 那他们每一个人的存在都是有他的意义 他们都是一个很宝贵的生命 所以在这边我希望大家可以花一点心思去认识什么是LGBT 什么是I 什么是Q 什么是A 那跨性别的朋友 他是一个大学生 他在某一个餐厅里面打工 忽然有一天 4月1号突然就临时一个类似主管的人跟他讲说 你可能不用来上班了 也没有知道什么理由 4月9号他不知道到底是什么 他就照样去上班 结果发现他找不到他的打卡单啊 然后呢4月10号又另外一个主管来跟他当面面对谈说 你不适合来我们的公司上班 你不适合来我们的餐厅 因为你不知道是男是女 然后你更换衣服到底要穿什么衣服 是男性的衣服还是女性的衣服 然后你进出厕所可能会造成什么的困扰等等 用类似这样的言语 那就把它解职了 那我想这样是不是真的有明确 违反了就业服务法的第五条 也明确违反了性别工作平等法 所以在这边针对这个案例 我希望我们劳工局 是不是可以针对这个案例来做协助 那甚至来协助他做劳资的调除 然后针对违法的事实 如果事实明确查明以后该开罚就要开罚 那再来劳工局另外提一个小问题 就是我们外籍劳工的管理跟辅导访设计 那我知道你们一直有在做 但是呢我大概要提醒特别的两点 第一点也是因为我们我想你们都是 那可能也会有一些宣导的动作 不管对企业主也好 对外籍劳工也好 那我希望你们可以加强宣导两个观念 第一个观念就是本国 我们台湾的法律规章 特别是有一些我们台湾的文化风俗 跟他们不一样的 那比如说像我们最近高雄市政府 就已经通过一个动保自治条例 这个条例里面就明确规范 不可以吃狗肉不可以吃猫肉 那这个东西已经在我们市议会三度通过 现在送中央要准备核定 到时候市政府一公告就实施了 那到时候我不希望说到时候有一些 外籍劳工一些移工 他不清楚本国的法令 不清楚我们高雄市政府的规定 然后去吃狗肉猫肉然后被罚 那再引起很多这样子文化上面的冲突也好 我觉得这一点我希望劳工局现在就可以去做了 那第二个也是交通法规 其实在本席的区域里面 在本席的这个负责的选区里面 大岗山地区有非常多的工业区 也有非常多的工厂 那其实外籍的劳工工作者非常的多 那我想在这边也希望我们的劳工局 可以针对这些劳工们 你们去访市的时候也好 去辅导管理的时候也好 针对交通法规在跟他们做一些宣导 因为我们常常看到太多民众反应了 我自己也常常看到 我们那个 岗山区都是很多工业型的大型托板车 还有这个连结车在动 可是我们的外籍劳工可能不熟悉 不知道怎么看红绿灯 不知道怎么看标志 然后他们很常就是会骑车 然后就很危险啊 你可能看不懂就串出来 然后大家都闪避不及 实在是非常危险 所以为了保障我们外籍劳工他们的交通安全 也为了保障我们本国 台湾我们高雄市民的交通安全 我希望这一点劳工局在做 外籍劳工的管理 跟访试的时候可以加强 那最后我想要点两个 两件事情 有关客委会跟圆明会 我看到你们做的这些业务报告 很认真啊 那我想特别提 其实我们高雄市有一个公众频道 就像现在四名朋友在看我们咨询的频道一样 那我好像没有看到针对客家 或针对原住民的这样子的文化推广的一个节目 那可能他参采到其中既有的节目里面 那我希望也许我们可以朝这个方向去做 那同时客委会我知道 我们有在这个高雄广播电台有这个节目嘛 那其实我们可以在公众频道是不是思考 我们多花一些心力去推广客家跟原住民的文化 同时呢 其实我有在听广播喔 我会听ICRT ICRT就有一个节目叫We love Haka 一边讲英文一边教客语 那我觉得这对很多青年或青少年 或者是一些有兴趣学习 好再两分钟 好我想应该要广泛去结合不一样的自由 我们要跳脱那个既有的形式 我们不要想说 我自己推广原住民对自己的原住民伙伴 部落里面的好朋友 我推广我自己我传承我自己文化 那客家也一样 而是你们要把你们文化拓展出去 不只是我们本国的台湾的人民其他族群 我们还要思考外国人呢 也许外国人来旅游最喜欢的就是去看客家的文化 最喜欢的就是去原江的部落 那所以我觉得应该要多一点创新的思考 不要只限于我们如何传承客家文化 我们如何传承不同原住民族的部落文化 这一点是我特别提醒 那最后还有一分多钟我想针对兵议局的部分 局长我想很恭喜你即将要出任我们退服会的副主委 那您是海军少将 我希望未来无论在接掌兵议局的局长是哪一位 我都希望你到中央以后可以协助我们高雄市政府 来做我们这个政军的联谊 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些协调沟通的角色 那在这边我借这个机会代表我们 迷陀区还有永安区的很多的渔民朋友养殖业者 还有我们很多的乡亲 特别感谢我们国军陆军第八军团指挥部 第十军团指挥部还有陆军部兵学校 还有海军陆战队很多的化学兵 在协助我们在做登革热的防治 疫情的防治也好 还有在我们今年度的寒害鱼损 很多的石斑鱼然后虱目鱼 这个清运这些鱼湿打捞清洁消毒的工作 非常感谢我们这些国军的协助 那所以未来我期待 虽然您已经高升了 未来您一定要做好这个中央跟地方协调的角色 那我希望未来我们的 好再一分钟 希望未来我们的这个政军的联系 跟这些也许是天灾地变的时候 要调度国军的时候 未来的兵议局长也好 跟您可以有一个更好的连结 来协助我们高雄市政府来做这些工作 那同时不只是天灾地变的时候才想到国军 应该是说我们平常就要做好这个市政的联系 跟联谊的工作 那同时也应该要照顾后备军人 应该要照顾我们这些眷村 还有眷村的文化 那甚至也要协助我们市政府来 沟通有关一些国防用地的活化 不要让他闲置在那边 然后杂草重生 然后也不去利用 那又不开放 就放在那边不知道在干嘛 那其实这都会阻碍我们高雄地方的发展 所以我对您是有期待 希望您未来到退府会之后 虽然是在退府会 您可以发挥很大的沟通协调的功能 所以以上是我的咨询 那我是不是请主席让各个局处来针对我的发言内容来做答讯 先请社会局姚记长答复 好 谢谢主席 谢谢高议员的关心 刚才有询问到有关钢山育儿资源中心的这个空间 为什么周末没有提供使用的这个部分 其实我们资源中心里面是有提供使用 那户外的广场跟游乐设备是属于国宅的他们的公共设施 是由管委会来负责管理跟维护 所以这个部分可能还是要按照他们国宅的这个相关的一个机制 那 那 照理来讲他应该是可以进去的 所以我们有点困惑 如果说以后有类似情形可以直接 因为我们工作同仁会在里面 如果有被拦下来的情形应该是个误会 那我们回去再帮忙问一下 我们回去帮忙问一下 那另外就是有关性别主流化的这个部分 其实那个议员一直对这个部分都非常的走在前面 那我们 其实在我们今年的妇女馆 我们最近也才刚办了 一个曾凯欣老师来到高雄来分享 这个很受到大众关注跟很大回响的一个演讲 这是由同志热线来办理的活动 那其实我们现在这个空间 已经是走向更加多元性别的这个空间 也过去都觉得这是女人的空间而已 妇女馆的空间而已 女性的而已 其实我们现在每一个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六 是我们所谓的性别友善日 所以我们现在也激起在推这个部分 那除了这个之外 那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整个市府 我们针对高雄市的同志公民运动 同性伴侣的所念助记 甚至说我们有些酷儿影展 他有办一些性别的一些 同志的一些影片的一些介绍 那我们也有跟一些民间团体 来提供相关的一些合作 跟对民众提供像电影导读 专题讲座等等 希望让社会市民对于性别的差异 跟多元家庭的认识的提升 那针对我们在公共门里面 我们性别主流化的 不管是公务人员或是各级的工作人员 其实我们不分性别 我们都要受到相关的一些训练 那我们的性别内容会包括 你在政策规划的时候 或者你在执行的时候 你对性别的sensitive有没有到位 哪些才是性别的敏感度 哪些才是性别主流化的一个做法 很多人觉得常常听到 但是不知道到底是什么 所以有关一些性别统计 性别分析 性别预算 性别影响评估 性别意识赔令等等相关的课程 我们是会对于我们相关的主管 做相关的训练 那我们目前 我们中央也规定 我们有一定的时数 所以这个部分从上到下 其实我们都有做相关的处 的督导跟执行也很落实 上课的对象 不止女性的工作同仁 或是女性的主管 其实男女一样都要上 所以希望 藉由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大家对于性别多元 对于性别的敏感度的这个部分 真的可以有效提升 我想这个部分 跟议员做个说明 好来劳工局 谢谢主席 谢谢高议员 那么关于台风下的问题 我们在去年的10月2号 有新闻给劳动部 那么劳动部也在10月20号 有开会讨论 另外一个就是 建议友善职场的部分 我们在10月23号 请问给师傅各个单位 那么至于说 那个在办理外劳 仿师傅劳的时候 那么配合宣导 是相关的法令 像这个动保条例 还有什么交通管理等等 我们配合办理 至于那个个案的部分 是不是请议员 他会后提供我们 来处理好不好 好 谢谢 那想那个 你们经过的那些 是可以 没问题 是 来 殡议局 好 谢谢主席 谢谢议员 刚刚针对议员的那个 指导 有关 不管是政经联誼 或是后备军人 还有眷村 农民 局长 你麦克风听不到 就是有关 不管是政经联誼部分 或是后备军人 眷村 还有农民的这个协助 我一定 都会秉持这种精神 所以我们会全力以赴 好不好 谢谢 好 谢谢 高敏林议员的执行 谢谢 接下来执行的是 陈梅娟议员 好 谢谢主席 还有我们设政部门的 各位局处所长 我们议会同仁 关心当事 各位乡亲 各位媒体员小姐 大家午安 抱歉 因为我感冒 所以声音有时候听不清楚 可以再跟我问一次 如果我咨询的东西 刚刚 刚刚谢谢我们高议员 有特别提到 这个我们兵议局局长 要高升到中央去 到退伍会 其实我刚好也要提这个议题 那他刚刚也讲了 我想我就简短 我也期待 我们兵议局局长 如果高升到退伍会之后 对我们的地方的 后备军委也好 我们眷村 还有农民这个区块 真的非常需要你们 中央多一点 抑注跟关照 尤其是既然 从我们地方高升到那边 我想地方的生态 或是民情 这是需要什么 我想你应该是最清楚 所以如果能够 基层能够高升到中央去 我想 你应该对我们地方的 帮助意是相当的大的 所以我们也对你寄以众望 那刚刚你高音也讲很多 我就不再重悟 所以在这边也首先 先恭喜你 但是也希望 你能够真的把我们的 这样高雄的这些关爱眼神 能够多帮我们一些 尤其是我们眷村和这些老农民 有一些不平等的大域 或者是该有的一些权益 都拜托你要帮我们 借有的福利要守住 该争取的权益要帮我们争取 我就是这句话 谢谢 那我想再过来 我要请教社会局 那个我先请教一下 我们富民长青活动中心 一直我都希望能够把二楼 那个交大已经到我们 左营分局去了 那个地方我们一直在争取 希望能够扩充到二楼来 那也终于得到我们社会局 正面的一个回应 那也一直也在做 我想要了解一下说 现在扩充的一个修转工程 就是之前我有提到 特别希望你们能够增设一些 親子活动空间的部分 或者一些多功能的 一个使用的部分 是不是局长你可以跟我答复一下 你们现在的进度是怎样 好 请邀机长答复 谢谢主席 谢谢议员 目前富民的这支议员 我们从去年我们跟警察局这边相关 我们这个场地 今晚完成点交之后 我们现在目前一二楼的这个 借用的手续也都完成了 我们的招标案也从 也在5月6号 已经完成上网公告 5月30截标 那我们目前再来的这个规划的方向 的确就像之前有跟 议员所说明的 我们会以扩增 我们的老人福利为主 我们还会增加育儿的资源 那在合并规划的这样子的一个空间 我们就会很有特色的 针对祖孙同乐这样子的一个区域 来提供这样子的一个服务据点 那相关的经费也花了市府 我们极力争取也 市府也支持了好几千万 所以我们也希望说 可以加快我们的整修工程 跟我们相关的设施设备的一个购置 那主要我们那边可能进度会稍微慢一点 就是因为我们要移到二楼 也是长辈的一些服务 我们有要增加无障碍电梯的这个部分 我就是问这个问题 你无障碍电梯 这个电梯是 因为这一栋是一个 已经17年的一个建物了 所以它的水电管路来消防等等 再加上要做电梯的这个部分 有很多的申请跟工程比较浩大 所以我们本来希望的骑程要更快一点 但是因为这几项原因 我们也觉得还是要把它做好 比较重要 因为这个电梯的关系 跟水电管路消防 这个都是没有办法快的 但是我们这个 目前的进度是这个样子 那我们会持续会再加紧相关的一些工程进度 谢谢 很高兴听到局长相当的认真在处理这件事情 我想也有照我们的意识这样来做 我先代表我们的地方来感谢局长 不过我想这个部分也要请你们 能够持续来努力 那再过来我要问一下我们的北区长青 目前的进度到哪里了 来 请留机长答复 谢谢主席 谢谢议员 我们北长青的部分就比较没有那么顺利 因为我们北长青他的这个案子 我们已经办理了三次公告招商 但是都没有厂商愿意参与投资 那这个部分一方面因为他的标的物比较大 所以可能在整个右翼 还有准备的这个部分 另外有个比较大的问题是因为很 我们这一栋主要是要做长期照顾相关的一些部分 那很多单位会担心明年长照的一些裁员 跟一些12项执法都还没有出来的这个状况 他们很怕他们现在规划的财务规划 跟等到执法通过之后会暴增 所以他们很多都会希望说等明年 确认观望 现在目前还在观望的 目前还是没有 所以我们目前也是先hold住 也没有马上就要再下一次的招标 我们还是想等执法都确认 让大家相关的这个部分都比较明确的时候 我觉得再往下洽谈 对大家的后续怎么走会比较顺 所以这个部分也是跟议员做一下这样的说明 当然我们也希望说能够把这个地方做的 就是能够大家都能够如意双赢 你们也可以达到我们做长期的目标 然后目的 那个业者当然也不能让人家有不好的地方 所以我想这个我们可以等 但是不要拖太久 因为毕竟这个案子已经讲好几年了 好不好 好不容易有一个雏形出来 又卡到这个 现在又卡到这个问题出来的话 我想可能很多市民不是那么了解 他们只是认为说 怎么一直花一个大饼 到现在都没有办法进行 没有让市民的期待看到 所以有一些落差 这个部分可能请你们也要尽快 其实我们等待的这个过程 我们同时也有在规划其他的地带性方案 对我现在就是要跟你讲这个 就是希望你们在等待的时候 其他的事情也一定要再继续进行 然后就去检讨这个不能够 顺利招票的原因 除了这个以外 还有没有其他的因素 也要赶快去做检讨 好不好 好 谢谢 我们师傅又列管我们这个案 好 谢谢 那再过来我要提的是 我们因应本事公告限制条账的 一个中低收入户的问题 这个问题最近好多里长跟很多民众 都在来跟我们抱怨 包括里长都生气都快要拍桌子了 因为我知道最近我们市政府 有提高了我们的地价税跟公告限制 那我们左营这个区块 比较特殊的是因为整个招容市的发展 往北高雄 尤其在左营这个区块 涨得最厉害 那是据我所知道 我们全市的公告地价的涨幅 大概是平均大概30%左右 但是我们左营就涨了50% 就比较多很多 然后公告限制 全市是6.9% 但是我们左营 尤其是高铁商圈这个区块 竟然涨了11.9% 也将近都一倍了 所以这样的一个现况之后 变成你的房价 因为我想低收中低收单亲家庭 他们等于都有些条件限制 那可能就卡到房价 本身他们的不动彩的问题 那不动彩的问题 如果这个公告限制一调整 可能就影响到他们的资格 在这个部分 局长我想请教一下 第一收 各位中低收 如果因应这样的一个公告限制 调整之后 影响到他们的标准 那你们在这个部有没有什么解套 前级长答复 谢谢主席 谢谢陈议员 的确就是这一波的土地的增值 的这一段时间 有很多申请相关补助资格 会受到影响 但在这边也跟议员做说明 其实如果他是申请低收入户跟中低 他的这个土地 他的所谓不动产 他没有增加也没有异动 就是没有买卖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他是可以获得就案保障的 这样子的一个 所以你说你现在一直就说 你现在一直说 如果是低收跟中低收入的话 如果他是维持原来的财产 没有异动就对了 没有增加动产 没有什么意义的 就是原有 他就是可以就案补助 是就案保障 保障嘛 好就案保障 对 对不起我们答错 应该是就案保障 就是他会照原来的保障方式 来继续持续嘛 但是如果单亲子女生活补助 跟中低收入人生活今天 跟身心障碍生活补助呢 身心障碍者生活补助的部分 他有另外的一个计算的基准 如果说他这个家户计算人口 所有的土地跟房屋 一样也是没有增加也没有异动 但是他所拥有的这个 不动产的公告限制的增幅 也没有超过本市104年度公告的 平均土地的限制 调幅15.17 他才可以获得身心障碍者生活补助的资格 可是我们现在得到的成几案 几乎都有的 有的都超过了 因为你的限制是650万嘛 因为你的限制是650万嘛 对不对 650万嘛 那你想我现在做贏了 你看他全市调账是6.9 我们左营这个圈块是占了11.9耶 11.9 他已经上了一倍 平均数的一倍了啊 那你650 你说他今年去11.9 12%了嘛 那12%你如果 他原本刚好跑 假如说我们不要说650 600万就好了 那600万如果涨了 那个11%就是多了66万 等于说600万加66万就超过你们的650万上限嘛 那这个状况的话 变成说那他们有可能在每年的复查里面 就会被你们剃除掉 那这个不 说他今天他们房子也没有变卖啊 那房子也还是存在他也没有增加 然后人口什么都一样 可是因为一个公告限制 影响到他们的房子的一个价值 所以 因为这样的条件就被剃除掉了 那我现在还说的就是说 很多的家庭 因为有你们这样的一个 微弱的一个 微少的一个补贴 当然没有座 但是有的人就是 因为这个补贴 让他们可以生亡嘛 你想 你好像我们 中低老人 今天一个月才3600 到7000多嘛 对不对 那你要担心 子女的只有2000多块而已啊 那你说身心障碍 生活补贴4000多 有的人也许 虽然 没有座 但是也许他们就是靠这个 在今天也能多少弥补一些 可是 如果 因为我们的政府的关系 提高了这个公告限制 影响了他们房价的关系 造成他们的权利损失 那就是 你们都说的 你们看都看600 可是你要知道 你们都看他的资产 没有看到他的负债啊 搞不好这间600 的房子 他是贷款500万啊 是不是 钱质更多啊 他每年还要负担 那个贷款价钱 其实他对他们来讲 是负担相当重的 他又要生亡 所以 所以 有时候你们一把他取消到 他这个资格 甚至 他根本就是 没办法再生亡 你说要嫁他把这间房子买掉吗 要不然他要招待 但你会说 这600又嫁得很多 我刚刚讲的 也许他们就是有贷款五六百万啊 所以那麽賣掉等于也没有钱 他就没房子 所以他如果不可能买 这个只能他们 好不容易能够屈身的一个地方 只是因为 我们政府的 公告限制 一直在跟他们招拳拳 但是不代表这间房子 会越扁越大 还是越来越好 还是一样一间房子而已啊 他们全家人要住在这里面 所以我是觉得 这个部分 是不是应该要有所研议啊 就是说 除了低收 中低收 你们有救案 能够来继续保障以外 在单亲子女 中低收 中低老人生活 还有身心障碍这个区块 是不是也能够比照 不要说 因为受到我们公告限制的影响 超出了650万以后 就影响到他们的津贴跟补助 其实身心障碍者生活补助 我们也是有救案保障 只是它在一个 涨幅的额度以内 我们才可以 因为也有很多人会觉得说 为什么我只多650一点点 然后他 他现在涨价这么多 然后他坐落在黄金地段上 你居然说他这样子是可以申请补助的 你知道我们以前高铁后面 那个康桥社区那 以前都超了而已 那一间房子也没有多少钱 那就是东西 因为他们取得说 那个地方是荒烟烂草 没有价值的 是因为整个带动起来 他们的房子才有增值 可是 他也是住在那里 也是一个一间房子 因为他住在那里 他变好那里 因为那间房子就是在那里 是因为整个中备的环境变了 所以让他们的房价变高 可是他也 他不可能因为房价变高 他把房子买去 这样他就要叫大厅 是不是 所以他还是要留在那边住 只是因为整个大环境影响 所以影响到他的房价 他如果没买租倦 这都不是钱 所以他也是要担 我是说 这个部分是不是能够 演绎比照低收 中低收的模式 只要他这间房子 如果没有增加 他一间房子 你如果说两间房子 我就没话说 他如果说这段时间 他又买了一个房子 增加他的财产 如果他只是一个房子 原来都没有改变过 即使说 因为公告限制一定的调整 是不是能够比照低收 中低收的方式 我们能够就按照常的来 来保障他 而不要再受这个限制 这个我想 隔中央法规有点影响 这要跟议员说明 我知道 这个我大概也了解 但是我现在在这里 就是要跟局长说 为了照顾我们的市民 我想社会省委局的 我们都是在协助 我们这些老弱妇孺 他们的一些需要帮忙的地方 这是我们社会局该有的责任 好 三分钟 谢谢主席 所以我想在这个部分 可不可以请局长 你们就去研议 看看要怎么跟中央来反映 未来 蔡英文也是 市长这边都可以直通的嘛 是不是应该就这个部分 能够来研议 照顾我们市民的这样的一个心态 不要去受到 因为整个地价的影响 而影响到他们的权益 好不不 不然这些人 利用单亲的 中低的 还有心心障碍 这些都是需要被我们 照顾跟帮忙的人 去关怀的 那我想市长应该也相当重视这个吧 他有友善城市 对不对 希望我们城市居民能够做移居 能够做得更好 所以这点请局长 这个部务卿回去努力 是 我们会带回去 找适当的时间来反映 好 谢谢 谢谢医院 再过来 我想我要跟局长讨论一个 就是 你们有一个社区老人 照顾关怀站嘛 那照顾关怀站 你们是不是 现在目前一个关怀站的补助 费用大概多少钱 一个补助 一站的补助大概都是给多少 谢谢主席 谢谢议员的关心 那目前是一个月一万 一个月一万嘛 一个月一万是韩国外所有吗 包括房租 包括里面的开销 什么全部都韩国外在内吗 它有没有很大小 我们原则上 关怀据点是跟在地的单位合作 所以一般都是里长比较多嘛 或是社区的理事长 社团 社会发展协会 对啊 那你想说一万块够吗 搞不好有的人租房子都不够 有些 因为它那边也有共识的服务 所以它们共识 它们是会收费的 没有咧 没有共识的人怎么办 我们照顾据点原则上 都是有共识的 有吗 我们照顾据点 不见得每个都有吧 所以 少数没有 但是我们 目标都是要做到共识 但是有的也 也许条件上就没有办法嘛 所以我是觉得 其实补助这个一万块 事实上来讲 因为现在 水电什么都在涨啊 对不对 房租也在涨 对不对 没有因为你做 这个关怀站 所以地主 住住就说 这样就 也有这种人 但是有的不见得会是这样 所以这个部 我想这个经费上 我希望局里这边 可不可以研议一下 再过来就是 我要特别提到 我们关怀里里里长 一旦曾请跟我讲说 他们的后舱路 有一块这个房子 当然他们有一个关怀站 是用他们社区里面的 一个小的房子 很小 他也说现在根本就不够 但是他也说 叫我帮他曾请这个 就是我们的 屈臣寺上面有这个房子 私下目前是空着 很大 是不是有没有可能 我们是在我这边 来协助他 把这个所在做 来保证 第一个做老人活动中心也好 做社区 活动中心也好 或者是做 就是关怀站 老人关怀站 来保证一下 输融 这种有没有可行 因为我想说 因为时间关... 我们待会请我们 我们长青的主任跟议员 问一下细节 谢谢主席 我想因为 我们光临 举光临那个附近 还有庆昌那个附近 可能整个区块 还都没有 因为那边是寸桶寸金的地方 其实像那种地方 在我们左南地区也相当多 包括我们左营这边也很多 根本 在偷的很贵 根本没有可能 跟无挪一点东西 出来给我们做 这些老人关怀站 或者是一些 老人活动中心 都很难 那包括你们有补助 一哥一彩一万块 根本粗肉粗不去 所以我们这个部分 一来我希望租金 这个部分是不是有没有办法 在补助金会上 能够再提高一些 第二个就是说 如果他们有找出一些地点 有没有办法来协助 或者是你们去找一些地方 能够 让这些 有心要来为老人服务的 然后希望 社区一些关怀站的人 来让他们来设置 所以我想我们里长 特别提这个地点 你们可以到时候去看看 有没有办法设置一下 老人活动中心 或者是老人关怀站 或者是里活动中心 那这不是你们的民政局的 我们去看一下 请主任过去看一下 好谢谢陈梅坚议员的执行 我们趁这个机会 因为我们好不容易 这个小组有一位要容身 就是刘局长 我们给他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 好 OK 局长 这不是掌声完就结束了 我们是希望是说 你未来容身了 也不要忘记地方了 我们多位议员都是这样期待 也希望说也多照顾一下 那我们所有设政部门都执行完毕 也辛苦大家 我们上会